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发现有人族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孤树神界的外面 这些人族诡异多端 怕是不怀好意 所以我就带人出去看看 没想到外面竟然是有个由元英气人族组成的六人小队 看起来就是来打探我们消息的 怎么能就这样放过他们 于是我们就出手了 想到刚才有人族打的是落花流水 飞天王就觉得心情非常的不错 可惜只打死一个 重伤跑掉了四个 这个被我们给捉住了 一会儿把他弄想 好好地盘问一下 看看人族打的什么阴谋诡 你要怎么盘问 不知道妖族都怎么盘问人 金飞瑶就好奇地问道 自然是搜神 对这些人族不用客气 直接搜神就行了 省得问起来还麻烦 这样省事 飞天王很爽朗地讲道 金飞瑶愣了一下 原来搜神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学的 妖族都才进阶化成人形 就已经知道搜神术了 还真是人人都会的事 搜神术他也会 就是用自己的神识 强行侵入对方的神识之中 夺起对方的记忆 被搜神的人基本上都会死 就算不死也变成了白痴 那样可比死更加的悲惨了 他不想管这个闲事 敢跑来当前锋 就应该知道会遇到什么下场 反正他也是人族罕杂的家伙 没必要多管闲事 但是地上这名女人可能刚刚醒过来 就听到了飞天王说要搜他的神 顿时便挣扎了起来 任谁听到这种话 也不会就这样睡在地上 等着被人搜神的 可他伤得很重 四周又全是受神器的妖族 怎么可能让他这个原因出气的人跑掉呢 刚一动 马上就被站在一旁的高王 一脚啊给踢飞了 然后还伸出了手 扯住了他的头发 凶神恶煞的喝道 竟然想跑 还不乖乖的等死吧 妖族还真是够恨人族的 金飞瑶感叹了一下 这些妖族对他都很客气 态度也非常的和善 但是此时面对人族的修饰 一下子变得凶神恶杀起来 除了杀意 还是杀意 放开我 那名女人头皮被扯得生疼 咬着牙便喊道 她的头被用力的拉起 露出了之前一直盖在头发下的脸 嗯 金飞瑶看着这张脸 顿时愣住了 怎么看起来好眼熟的 难道是熟人 女人正用吃人般的眼神 瞪着四周的妖族 落在了他们的手中 那是根本就逃不出去的 怎么能如此甘心就死在这里 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搏一搏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名妖族身上 那长相是如此的熟悉 二百年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为何会一身的妖气 而且头上还长着一对弯脚 对了 听说他身体内有滔铁真魂 现在头上长着脚 又是浑身的妖气 难道已经完全化成妖族了 金飞瑶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海兰因 那个天真的让人想死的女子 现在已经原因出奇 而且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见海兰因的眼睛盯着自己 眼睛有了变化 金飞瑶便知道他认出了自己 如果不赶紧阻止八成要被他给喊出来 于是他面上无异样 却马上传音过去 不要乱说话 我会放你的 也不要传音过来 修为探体会被发现 海兰因本来已经到了嘴边的话 马上咽了下去 也放弃了继续挣扎 如果没看错 金飞瑶的修为已经是化神器了 应该可以把自己救下来 再挣扎也是没什么用处 金飞瑶不知道应该怎么救海兰因 想想便直接讲道 飞天王 此人族我认识 在场所有的妖族都看着他 这也太突然了 不过想到金飞瑶不是杜了雷杰进戒而来的 可能以前在灵机界和此人族有关系 这也是可以想得通的 所以飞天王就好奇的问道 金道友是想亲自来杀他 这倒是没问题 只是能不能让我们盘问一下 肯定跟你流口气亲自动手 这是把他们当成了仇家了 金飞瑶赶快解释道 不是仇家 以前我修为还低的时候 有一次被人族打伤正在逃命 刚好遇到了此女 她竟然不顾人要相互敌对的关系 把我藏了起来救了我一命 当时她还年幼 修为也只有结单期 后来我躲过了危险便离去了 没想到今天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她 还真是巧啊 飞天王他们不可置信的看着金飞瑶 根本不敢相信仁族 还会有这么好的好人 但是看着金飞瑶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此事的可信度又变得很高 毕竟人要不相关 而且这女人还只是原因出奇的修为 根本不存在 不敢杀她 而要故意这样说的事 看在我的面子上 各位往上放她一条命吧 关于仁族的阴谋 我可以当场问她 而且我也不会让她乱跑 必定会好好看老她 我们妖族可不是这些无耻的人族 这救命之恩怎么也得报了 反正她只是一名小小的原音器修士 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金飞瑶觉得直说的好 拐弯抹角的可能还会让人觉得可疑 然后金飞瑶也不等飞天王他们同不同意 直接对海兰因讲道 说吧 把仁族的计划都说出来 怎样飞天王他们也许会卖我一个面子 放了你 海兰因见了生存的机会 就毫不保留的说起来 这里本来有仁族修士在 但是前几个月 突然有几人重伤逃了回来 说是仁族被妖族杀死 他们如果逃得慢一点 差点也被杀了 仁族很生气 就想来攻打这里 把妖族赶杀走 全面占领孤树神剑 放屁 他们是被雷杰打死的 有火气暴躁的妖族 听了就火冒三丈 不客气的骂道 他们自然知道是被雷杰打死的 只不过是为了找个打这里的借口罢了 其他的神剑 来了许多灵极界的妖族 前几个月还能趁乱 杀掉妖族 但是现在 灵极界的妖族也上来 其中有不少是练须器的 而且都是有组织的种族 我们便不敢再轻举妄动 所以得到合理的借口 再后过来 抢占神剑界的地盘 海兰因没有哭闹 只是静静的 把事情给讲清楚 金飞瑶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现在的海兰因和二百多年前 那名天真女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她失去了那张天真的脸庞 说话神态也不再那么幼稚 人长大了自然就会变成熟了 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 同个白痴差不多 但是这些都不是金飞瑶觉得奇怪的 让她感到疑惑的是 海兰因的眼神 还有她身上的东西 以前她可是个富得不能再富的名门贵女 身上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好东西 而现在 她身上穿的东西并不好 相对于元英初期的修饰来说 只能算是中下等 明显看起来过得就不如意了 而她的眼神中 已经没有了那种一时无忧的高傲之色 取而代之的是经历了困苦磨难之后 已经被磨练得坚毅的眼神 这样的变化让金飞瑶忍不住猜到 难道她的门派被毁 她已经从大小姐变成了穷散修了 人左果然狡猾 竟然还不死心 想找借口来吐杀我们 四周的妖族听了海兰因的话 人人都感到了非常的愤怒 而海兰因这时苦笑了一下 又开口讲道 因为不知道这里进阶到受神器的妖族有多少 所以就派人出来做先锋打探情报 我运气不好 被抽中了签 不得已也得过来 不过你们放心 打你们主意的人中 暂时还没有练须器的人 我知道的全部说了 你们看着办吧 海兰因很配合的坐在了地上 抬头看着金飞瑶 有些凄惨的笑了起来 金飞瑶抬头看着飞天王 而飞天王和其他的妖族也看着他 似乎在等着他先开口 我先带他下去 出了什么事是我的责任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要如何对敌 而我抓紧时间把法针弄起来 那些鸟毛可以暂时缓缓 如果不放心的话 你们可以派个人过来一起看守他 我并不会自自放纵他的 金足友太见买了 我们怎么会不相信你 既然他以前有做过善事 今天就放过他一条命 但是他暂时不能离开 保不定他会不会出去通风报信 所以就麻烦金足友 多盯着几眼了 法针也请加紧一些 想必人足过不了多久 就会卷土重来的 真要派人去守着 把人哪给惹火了拍屁股走人 现在最重要的禁止可没人弄了 反正只是个原因出气的人足 而且有什么事 还可以直接找金飞瑶 飞天王便没有派人去看着 而是很大方的卖了 金飞瑶的这个面子 多谢 我一定不会住差错的 金飞瑶一拱手 向飞天王谢道 金飞瑶把海兰因带走 直接去了刚才画法针的地方 人足已经派探子过来 想必要不了多久 大队伍就会出现 这法针还是得赶快弄起来 海兰因的乾坤袋 被妖族收走了 这算是他们的战利品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拿出来 金飞瑶只得从自己的身上拿出腰单来给他 不过这就是他的为人 也舍不得给什么好丹药 服下了丹药 海兰因的气息平和了许多 坐在了一旁就调息了起来 而金飞瑶手下没停 继续会着法针 头也没抬的问道 说吧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爹和师兄合起来骗我 就是为了我们海家的门派 我傻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 其实师兄根本就不喜欢我 同我成了婚 暗地里面却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们设计让海姓的长老们 去什么秘境 一个个的铲除掉 手中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权利 最后师兄等不了 想把我也杀掉 好给他喜欢的女人让地方 海兰因平静的讲道 看不出他有多悲伤 也许是伤得过多已经麻木了 哦 你命还真的 怎么逃出来的 金飞瑶抬头看了他一眼 好奇的问道 以前他就觉得 海兰因的师兄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也提醒过他 不过他肯定没听进去 海兰因轻叹了一声 哎 是一名海姓的长老 有些察觉他们的计划 所以想以我的名义 把他们推倒 但是我当时太傻 不肯相信有这种事 所以没有听他的话 最后等他死了 我才明白过来 但是已经晚了 是他用生命换了我的一条命 我逃出来时很匆忙 什么也没有待 走了许多年的散修 后来出现了新罗林界的传送阵 我就用所有的积蓄 离开北辰林街 去了新罗林街 在本陈林街 我这证明都不敢用 也不敢加入门派 因为他还想把我杀了 海兰因可谓是长话短说 二百年的事就这么简单的讲完了 最后他苦涩的笑了笑 我后来加入了一个小门派 可算是体会到了穷散修的日子 果然是有一点点便宜 都会想去占 我能进阶远应期 还是因为要出来强垫地盘 所以门派中的前辈 才肯帮我进阶了 这几十年都用在了帮门派抢地盘上 现在战争刚刚结束 我还以为可以修正一下 但是没想到又抽签来了神级间 讲到这里金飞奥突然插嘴道 如果你今天没有遇到我 你恐怕就交代在这里了吧 海兰因突然坚定的讲道 不管怎么艰苦 我都要活下去 如果没有你在 我可能会背叛人族 直接投靠妖族 只要能活下去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我还有仇位报 绝对不可以献死 她的态度是金飞奥没想到的 二百多年不见 海兰因的变化很大 已经学会了小人物的生存方式 只不过态度太严肃了些 这样可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等这里的事情完了 就回门派去 金飞奥问道 海兰因却犹豫了起来 她只是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才有机会被拉到了原鹰旗 资质不算太好的她 在这贫穷的生活中 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重新去做散修 那日子要更加的难过 但是回去的话 门派里面根本没有想好好地 善待她这个原鹰旗的修士 只是当她是后备力量 什么地方需要就得去什么地方 仔细想下来 这座散修和留在门派中都不怎么好 只是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看着她的样子 似乎是拿不定主意 八成是觉得门派能给她带来些好处 不过这门派听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金飞奥看着她左右为难的样子 突然开口讲道 你现在已经是原因初期 这样的修为在林姐姐 都可以找一个很不错的门派了 干脆换个门派好了 又不是没有比你现在好的门派 海兰因愣了一下 不由地笑了起来 只贪自己是傻了 我接单气的时候 加入门派被拒绝的时候多了 只有这个门派肯收下我 弄得我现在还是觉得 除了这个门派 我就找不到门派了 果然我还是太笨了 你确实有点笨 而且太保守了 没有门派怕什么 你看我做散修做得多自在 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做任何事都没有人逼 也没有什么强制的任务要去干 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金飞瑶呵呵的笑道 手头上可没有闲着 依旧在挥着地上的发针 这次他们肯定以为我死了 我就听你的 先暂时做散修 等以后重新炒个新的门派 海兰因便拿定了主意 趁着这个机会 这个门派不回去了 本来就是 门派有什么好加入的 金飞瑶应了一下 继续挥着发针 挥着挥着 他突然停了下来 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海兰因现在什么也没有 这里又是妖族的地盘 如果只要离开这里 他肯定要和自己走 莫名其妙的 怎么又多了个人 想到这儿 金飞瑶抬起头 看着海兰因讲道 你赶快疗伤 然后马上来帮我的忙 我这里正确人炼制材料呢 反正也甩不掉了 那当然得过去帮忙干活 可不能白白的 多了个人照顾 于是妖族很惊讶地发现 那名之前还是敌人的人族 再过了两天 就拖着办好的伤体 在帮助炼制材料 完全就是一副 咬帮妖族 阻挡人族进攻的架势 从海兰因处金飞瑶得知 打着孤树神界主义的 13个星罗灵界门派 组成的势力 本来是各自为政 谁也没和谁有关联 但是却因为雷姐 打破了人魔独大的形势 海量的妖族 让人魔两族惊慌起来 决定开始合作 想趁妖族势力还小时 强占出明确的地盘出来 于是这三家本来就认识 只是没有往来的门派 就合作起来 目标就是 妖兽集中好杀的 孤树神界 三个门派 由化神器的修士赐人 其余的便全是原影器的 对于这点人数 金飞瑶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里可是有 二十几名兽神器的妖族 就凭着人族那点人 根本就不用担心 练虚器的修士 可不是地上的野狗 什么地方都可以拖一个出来 每个门派 都有一两个练虚器的师尊 那已经是不小的门派了 那种连原因修士也不善待的门派 肯定没多少炼虚器的人 等法阵完工时 人族的人还没有到 也不知是不是怕这里的妖族太多 那日飞天王带去的妖族 可是有七八人 光着这点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人族化人器的数量 想必是没有炼虚器的所以不敢来了 不来更好 这样双方灵动阵也不用被打 效果如何也不用试了 当金飞瑶把法阵开启后 一个巨大的淡绿色的静置 把整个孤树灵界给照了起来 法阵才刚开启 顿时就有不少的妖兽 撞在了静置上 这让金飞瑶有些尴尬 因为双方灵阵的很低级 所以不会像高级的法阵那边 能让自家人进入 只要没有开静置的预检 不管你是妖还是兽 是人还是物品 都不能进入到里面 那些妖兽一头撞在了静置上 才发现孤树神剑多了层静置 使劲想要飞进去 却折腾了半天 也没有用处 双方灵动阵很结实 去掉一层 还有一层 意外的好用 不要着急 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做木剑 只要有木剑在手 你们就不会被拦在外面了 看着觉得不对劲的众妖族 金飞瑶赶快讲道 木剑应该是玉剑才对吧 站在一旁的画板丝 突然开口讲道 吓得金飞瑶差点去捂他的嘴 这才发现他是用传音的 松了一口气 金飞瑶传音解释道 玉剑用的可是玉 就算是玉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普通的材料 可品质好的也得要临时买啊 我这还不是问了神殿钱 反正这里应该不缺木头 玉剑和木剑都可以开静置 当然要用最方便便宜的东西 这可是你自找的 我可不帮你的忙 华文思这几日炼制材料为灵液 已经累得够呛了 古灵心吃了无数 弄得身体啊都不能休息了 虽然后来有海兰银帮助 但是那种扮伤的身体 有多大的用处 妖族到处是多 但是为了假装自己摆的是高阶的法阵 都不好让妖族来帮忙 所有的事都是由他几个独自完成的 听说用木头就可以制作开镇的茧 飞天王赶快派人去砍根粗大的树枝过来 把他们全砍成了手掌大的小块 只是因为水平和审美的问题 他并没有在上面雕刻加工一下 金飞摇可不管木牌好不好看呢 只要能打开镜之就行了 所以他也拿着这些木头 看也不看一眼 就把开镜的小镇注入到了其中 这里妖兽的数量达到了数万 一人一块就把金飞摇累死 在随便弄个十几块后 他把木检给飞天王他们试了试 然后就把怎么制作木检的方法告诉了他们 便让他们自己去做木检 而他则躲在了一旁 开心的数着从飞天王处得来的鸟毛 而这时人族的修士也来到了孤树神界外 只要有好处就有人冒险